第一 这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国文 数学 英文 因为它结构都一样 所以把它做一个选取 按Shift键 Shift键选取之后的话 底下应该会有选取的状态 这三个都选取 接下来呢 我在这边要做一个日常值比的计算 那题目里面讲到就是说 要加总 那把最小的那一次剪掉的话呢 第一个我先把它做加总好了 再把这个范围先加总起来 加总之后的话呢 要把最小那一次剪掉 所以最小那一次的话 后面就是剪掉 剪掉最小 那最小的话呢 你可以用 如果第二次的函数 你可以用前面这个 点下其他函数 那最小的函数就mini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这个地方往下 这个地方找一下函数里面的mini的函数 按一个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那范围也同样给它这个范围 放给它mini 也就是说呢 我现在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分数呢 实际上就是最高的那四次 那是四次 那如果这最高的四次呢 假如要平均的话呢 那当然还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用Average把这个刮 但是不行哦 这边的话 变成你要除以4 因为它有四次成绩 所以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地方除以4 如果你要注意到一点就是说呢 它有加减乘除先后的这个问题 如果你除以4 它会先把mini除以4之后再减掉 那怎么办呢 一样哦 把它刮糊起来 这部分呢 把它先刮糊 也就是说先做前面的再除以4 除以4打勾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算出我们要的结果 那点两下 结果就出来了 日常纸笔 那这个日常考察就两个乘机 把它做一个 两个乘机呢 把它做平均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平均值 选取之后再把它 按这个平均就可以往下填满 那平均就算出来了 接下来说我要学习成绩 那学习成绩的话就是 如果这边要用SomeProduct 可能有问题 因为它不是连续的范围 它是中间隔了好几个范围 所以这边变成还是一样 跟这个我们之前用过的范围 就是这个要一个一个乘 它乘上它 再加上它乘上它 再加上它乘上它 再加这个乘 加上这个乘这个 就分别按顺序 那这边注意不要做错 另外呢上方的这个要必须 因为等下往下填满嘛 所以这上面的 只要是第五列的 都要把它锁定 所以你只要看到5 逢5就按一个F4 把它做一个锁定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算出它的这个 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 那算完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有全选 三个一起选的话呢 三次应该就会 三个工作表应该就会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三个都做完 表示你选举是正确的 三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会有个统计 那统计的话呢 在这里 我希望把这个层级 把它按右键复制 把它复制之后呢 再贴到这个上面来 贴到这个上面来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边贴上一般习惯是直接把它贴上 可是建议 如果说你资料 需要有一个关联 比如说前面假设我修改了某些资料 后面也会跟着动的话 记得你在贴的时候呢 要贴上哪一个呢 要贴上 用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 里面的选择性贴上 那这边呢 建议就贴上什么呢 这边特别之后 一般你是贴直的话 有没有 它会把前面的资料带过来 没错 但是前面的资料改了 后面不会跟着改 那前面改后面要跟着改的话 要贴上什么 连结 贴上连结之后呢 前面修改 后面也会跟着修改 贴上连结 那一样的方式 这边也是按右键复制 把它这地方 右键贴上 选择性贴上里面呢 把它贴上连结 英文也是一样 按右键复制 在统计里面呢 选择性贴上 贴上连结 那你可以试试看 假如现在国文成绩好了 比如说像这个成绩64 对不对 那如果我把第三次这个月考 把它改成80分好了 假设是登记错误了 把它修改 对不对 这边改完80之后 这边变69 那69之后呢 如果你贴上是连结 这边也是69 也更改了 如果你是贴上纸 或者直接贴上的话呢 就不会更改 所以这一点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资料是有联动性的话呢 一定要贴上连结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再来的话呢 总分就把它加总起来就好了 它会自动把前面加总 那最后的话是一个排序 这里的话呢 排序会需要用到一个叫rank函数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边 把插入函数找到r rnk 往下找 那这个rank函数 如果说你之前没用过 大概看一下 第一个呢 这个lumber 其实就是一个罗过一个坑 你就知道说 假设你知道说呢 它的这一个规则的话呢 给它要的资料就可以 首先lumber 指的就是说呢 它的成绩 这个人的成绩 所以我们给它f3 ref呢 就是一个参考的范围 参考的清单 底下也会跟你讲说 这个相对于清单 那这边的话呢 它是指一个正列 或者参考范围 那所谓正列 或参考范围就是 你的这个其他比较的相关人的范围在哪里 所以它要比较的范围是总分下面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选举起来 就是其他人的成绩的这个范围 那最后一个order order 一般我们习惯会这样记的 如果0的话呢 0或省略就是递减 那1的话呢 就是递真 那这边应该要给0还是给1呢 这边喔 所谓递减 递减的话就是分数高的在上面 分数低的在下面 名次应该分数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 应该最高分应该排在上面 对不对 所以分数会越来越少嘛 对不对 所以这应该是递减 所以特别之后 因为很多人在这个观念上面 有时候会混淆 那所以就输入0就好 所以以后看到0 递减 1 递真 0 递减 那其他任何非0就是1 0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填上0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个名次出来 那特别之后我等下往下填满 往下填满的时候呢 有个范围不能改变 这个总分 有没有 范围不会改 所以直接选取按F4 要把这个范围固定起来 否则你往下填满这个范围会跑掉 按确定 递减之后的话往下填满 那名次的话呢 就帮你全部算出来 帮你这个 这个计算出来 那第一名的话是230分 这个RANK 非常好用 而且在排序的时候就相当的方便 那这里我想你们试试看 刚刚总共几个动作分别完成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对,我不是要去看 对,我就是要去 对,我 즉,要去看 不是